矽光子概念股市場哪些個股好 其實矽光子剛才講 最好是大家都沒有搞懂之前 沒錯 因為矽光子股價就長在你搞不懂的時候 沒錯越有期待 題材越多越會漲 例如說像這檔光盛 他是光的被動元件的一個廠商 也是光通訊的被動元件 那一般現在被動元件你說國劇 有人在看嗎 沒有人在看 前面配了一個光不一樣 他在二月份股價其實就大漲65% 到今天還在漲停 那如果連一月都算進去 大家翻倍了 他股價一月二月就翻倍 那他主要你可以看到 他一月的稅後存益 已經達到0.3月 是年成的188% 他也傳出拿到一個Google大膽 所以他股價這兩天漲停 就是這個新聞 當然啦 我不建議大家這時候再去追光盛 但是其他的呢 前面漲過一波 最近在休息的 你就可以留意他會跟上光盛的一個腳步 例如說今天很強勢叫做308的聯亞 聯亞他是一個 他原本是一個領導廠商 因為他的800G 其實是最早放量開始要出貨 甚至他現在已經開始切入1.6T的一個產品 視財 那這當然他是未來的一個營收成長的動能 那你可以看到 他前面也跟著漲一波對不對 然後最近整理之後 今天又要出去 今天又創高 代表說他是不是也開始跟上光盛腳步去做轉強 所以在他轉強之後 我認為其他還沒有創高 你就要特別去做關注 例如說他4908的前提 他是光收發模組的廠商跟聯亞做的差不多 那他1月收 你可以看到他也年增125% 這也是一個大幅度的成長 那他800G來講的話 也會開始去做成長 重點是他傳出 拿到一個印度大單 聽說啦 今年EPS可能七到八塊 那你看七到八塊 現在股價多少 114塊 其實本益比相對上 還是比較偏低的 所以股價最近在摺影的時候 設可以特別來做關注 我們再往下來看 細光子概念股 除了剛剛的三檔之外 上全滑星光 波若位也是啊 沒錯 其實在上全滑星光波若位 其實在前面一些光通訊的廠商 那一架 我認為啦 滑星光跟波若位股價是最落後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 你可以看到 前面四檔 跟五其實全部都有創高 但是你看滑星光 其實他去年營收 已經先創下了歷史新高 今年預計 他營收也會再創高 因為你看他一月營收 又年增27% 那預計營收會再創高 但他股價呢 還沒有創高 他股價你看最近才完成了 一個打底的形態 剛剛去做了突破 所以他的高點 還在上面的情況下 我認為他也有機會去跟上前面的一個高點 一個漲幅 那再來一檔就三一六三 波若位 他一月營收也是年增的二十三個percent 那他主要是說 他菲律賓的有個新場 他準備要量產 那量產來講 當然會增加他營收跟獲利的情況 那重點是也是一樣 股價剛打出一個底部事情 他一時候去做有轉牆 所以這兩檔落後 我就認為有機會跟上漲幅的個股 投資票可以留意 好 個股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台積電 為什麼就是說 有時候他跳空之後的話 好像感覺上就說 他應該要回 但是後來反而是會看好 就是說三奈米 本來他的產能利用力 只有七十五趴 大概只有六萬片 他現在產能利用是九十五趴 但重點他是十萬片 因為什麼 B100還有H100的話 他從五十萬顆 變成一百五十到三百萬顆 所以那個訂單的話 開始三奈米 四奈米 五奈米開始衝出來了 所以未來這個營收的話 成長會速度比較快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的話 其實跳空上去的話 他是另外一個箱型上去了 所以仍然其實拉回 還是可以找買一點 那你可以發現 我們剛才講說 這個所謂的這個 講這個COAS這個B100 這個昨天這個黃鐵鑫 講了一些重點 紅束就拉漲底 設備的部分 設備 設備部分馬上又拉漲底 這還是很棒 HBM的部分 HBM的話也突破 所以記憶體的部分也值得觀察 那四星的話 四星 雖然跌 但是資料化的客製化 今天市場 今年是一百億美金 明年是兩百億美金 所以這個空間很大 但是因為四個幾個太高了 太高了 太高了 他一定會整理 過鬆鬆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的市值大概只有兩千多億而已 所以從市值來看 其實不高了 那我覺得未來會公布 地基潮報表 像這個的話 時群可能會有三塊半 這個就值得觀察 那廣達我是覺得說 他拉回 其實說真的 開始以後的營收就衝出去了 可能一千一千兩百億 反而拉回可以買的話 像廣達偽創應該都是標的 做生日和教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